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 妖可听的,呀!小铃铛,打招呼! 嘿,小伙伴们的也好,我是小铃铛 哈嘞,欢迎收看我们的 迷你事件,介绍我们的家庭地图 是一张趣味,狭隙地图,叫做 一小时人生跑酷 嗯,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 小伙伴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评论 和邀请谢谢大家 谢谢 这是一张跑酷地图,咱们可以通过 这一整段的跑酷 了解,人的一生 是怎样度过的 嗯,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房主超级宝箱,先拿一下,然后这边是什么 对于呱呱最低的孩子来说 世界是新奇的,也是纯白 无垢的,他们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这关简单,鞋着走 就过来了 然后这边是 新奇的世界让你迫不及待地向前走去 爬行 自顾自兴奋地长大 学会爬了 嗯,对 我爬,我爬,我爬,我爬 我爬,嘿 哥哥我学会爬行了 然后这边,哦 你逐渐长大,到了可以上学的年纪 选择了学前班,自然是一条辛苦之路 但你也有其他的选择 你是选玩乐呢,还是选学前班 我选学前班 那我当然是选择玩乐啦 学,学习才是正道好吗 知识改变命运 哦,游乐场 那你改变命运哥哥 我当一条闲鱼挺好的 哦,这个 你自己慢慢玩 我就是遇到游乐场的设施 呃,不太好 时光飞逝 不管是度过了学前班的你 还是选择了玩乐的你 都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或者枯燥地学校生活 引不起你的兴趣 但是你可以继续选择 辛勤地度过小学时光 还是欢乐地度过童年时光 那我选择欢乐 我的童年是彩色的哥哥,你看 对啊 开开心心 啊,掉到天底车 哇,升初中了 升初中要面临 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体育,美术,音乐,竞赛 好家伙 我是跳高,跳高,玩乐 普通高中,继续跳高 这边努力学习 嗯 嘿,过来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下一关应该是 咱们人生最重要的阶段高考 我独间懈怠了 我变成烤肉串了 哎,没错 真的是烤烤 高考是人生的一场重点的转折点 堪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你能够闯过去吗 开什么玩笑 虽然我不是一个学霸 但我有一个热爱学习的心 完了 我在懈怠中 其实对某一件事情 一定要产生热爱 一旦产生 哎,吾一下 一旦产生热爱了 你就会 从内心燃起一种 怎么说呢 我吃穷了 狗大来解释一下 哈哈哈 我多多年了 哎呀呀呀! 虽然我沒高考過但是 嗯… 噢?對 最近不是那個小…哎呀! 小夥伴們在高考了嗎? 對吧? 這段時間 嗯,對…阿對對對 野豬小伙伴们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 考出一个好成绩 我没有选择上大学 我来到了一个人生的大染缸 我来到了社会 你就步入社会了 对啊 我步入社会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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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各种遥 各种遥 各种都被骗 我奋斗了很久 结识了一群朋友 我好开啊 我要上岸了 我跑酷怎么变菜了 好菜 菜的抠脚 可能是因为我没高考过的原因吧 啊 哥哥加油 加油哥哥 气死我了 我结识了朋友 嗯 这么快 一群什么朋友 九肉朋友吗 嗯 结识了一群敷衍散难 好吃懒做 然后又不试进去 一路走来你选择比别人的人生 嗯 哎呦 我结识的是好的朋友 他帮助我改变我 在我以后的路上有了转机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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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傻慢 哥加油 什么鬼 不愧是高考 我的天 稍微一点小心也就要不注意 我刚刚应该需要冲跳的 不能平跳 加油 哥哥哥 你这是复考几回啦 呃 嗯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对 嗯 我有一脸 对 嗯 对 好了 终于过来了 不错 嗯 大学通过了 顺利通过高考 顺利个屁啊 进入了新衣的大学 你终于感觉可以放松一下了 但是放松的时候 你是否能保持好状态 全看自身 大学生活 其实我 其实我挺向往的 我也是 但是我也没路过 加油 加油 然后这边 哦 步入社会了 青涩的你终于走出了大学 开始了一段新的去往社会中的旅途 这一路走来相信你的才智和毅力 日后定会辉煌 刚步入社会肯定是充满了那个 经济的 想要自己有一番闯出一番事业的话 必定要披荆斩棘 哥 你感信吗 我的社会考验是什么 所有 哎呀 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个 必定是先苦后甜的 我的是一隔二段跳 哎呦呦呦呦呦 这社会对我有点毒打了 然后这边 初次踏入社会之路 不同以往的规则 对你造成了一些损伤 幸运的是你还有朋友 他们跟你一样热忱 聪慧 竭尽全力的帮助你 好朋友 好机友 还有蛋糕丝 完了 我这边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的身体逐渐疲 进入了亚健康的状态 感冒就 感冒发烧都随之起来 而且努力不能再给我带来进步了 因为我的学识有限 反而会给我带来倒退 因为我的身体 不好了 肯定啊 我倒退回了原点 为什么 为什么会 会说知识改变命运呢 其实我现在很后悔 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 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前方的路布满荆棘 没关系 我后悔 我不后悔 我虽然挺后悔没好好读书的 但是 我现在太挂了 哥哥 你经历了许多荆棘挫折 迎来了黄金期 世界开始逐渐上升 你能否把握机会 我有刻进的力量 我真的步步高深 痛苦疾病 他们会俯持着我的身体 你的前半生积累的财富逐渐散去了 他们变得遥不可及 但是你已经没有选择了 我只能继续前行 隐约中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终点 展望四周 朦胧中可以看见 踏上另一条道路的自己的人生的未来 哦 看到你的未来了 你的未来比我好多了 我这边到了中年 家庭幸福 亲友和睦 事业达到了巅峰 回首往昔 很庆幸自己 一直专注自律 才有了今天的成功 我越来越难了 你反而 越来越简单了 你干 等一下 只要保持自己不掉下去 OK 再继续 趁着 再来一圈 OK 回 结局 哦 啊 啊 哈哈 我急了 急了 没有稳住 我发现我的鸽蛋有点奇怪 换一个 结局了 我要结局了 好 不如周年 应该是要成熟稳重 成熟稳重的 哎哎哎哎 哎 回看 过去 我的一生碌碌无为 年幼时看透享乐 在日后的人生 会做更加艰苦的努力 平步轻云 嗯 发现为时一晚 我我 我 有有有有有 好过来了 咳咳咳 随着 随着年岁的增高 你的体力逐渐不支 已经不像原来一样充满活力 现在比起蹦跳 你更喜欢慢慢的走路 哦 慢慢的往下走 饭后 走一走活到九十九 嗯 然后这边 岁月拨然不惊 悄然流逝 安稳的日子 就这样持续的一年又年 在那之后 几经风霜 垂垂老爷的你 迎来了 临终时刻 日日平安 没有任何纷争 无忧无虑 就这么度过了一个平稳的一生 或许对于你来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回首往昔 你不应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应陆陆而微而羞耻 这一生对你来说 达到了完美的结局 去领取你相应的奖励 或许你想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往上爬 哈哈哈哈 我终点 点击蓝转快 即可重新开启 人生已重启 重启 重启我还是依旧选择 学业 学业为总 对呀 所以说我现在往学业这里走呢 好像 你到了吗 还没有 我希望我能有所改变 我现在在参加高考了 哈哈哈哈 你重新开始了 开始不了了 我的高考这里又卡住了 就这样吧 哈哈哈 来吧来吧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 嗯 好嘞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这般的小伙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你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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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